除了刘景之外还有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在那么短的时间把整座茶楼搬到这儿来 皇上此时此刻一定是乐不思蜀吧 先生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朝廷大事 皇上一定是忘得一干二斤吧 朕来这儿 是来见琥珀的妹妹的 琥珀的妹妹 是啊 刘景好不容易找到她 所以呢 朕特地来跟她聊聊 这琥珀就从来没说过她还有个妹妹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这事还能有假吗 皇上 卢线你到我们家去看看 我们一大家子人都可以作证的 就是吗 先生 她冒中琥珀的妹妹 她有什么好处啊 好 好处可大了 可我又没跟皇上要钱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嘛 马脑 只是想和我聊聊 我和她姐姐以前的往事 哪有你说的不怀好意 至少有个好处 她能把皇上留在这儿 这留在这儿又怎么了 皇上留在这儿谁来处理朝阵啊 内阁 内阁决定之后还是要皇上搬旨啊 搬旨不就是盖个玉玺吗 刘景那老东西自然会处置 关键就在这儿 皇上你要把朝中大事交给一个太监去管吗 刘景他只不就是盖个印 一个玉玺大如天 他能盖他也能不盖 他能盖在他喜欢的圣旨上 老东西他 他不是那种人 对呀 公公是好人 你住口 本关于皇上谈事轮不到你开口 皇上 好了先生 李东阳的事 我还没跟您算账呢 李东阳怎么了 你 堂堂一个大臣 被你骂得发病 现在还躺在家里呢 你看你是怎么对待先帝留下的顾名大臣的 谢天谢地啊 皇上终于啃管朝城了 不错 李东阳是被我骑得发病的 皇上要处置围城就速速围攻 大理院和督察院好好把这件事再异议 要怎么处置城 城绝无怨言 朕念你是朕和太后的先生 这事儿算了 那可不行 王子犯法以庶民同罪 王阳明只不过是小小的从谬品官 更不能逃避法律的责任 请皇上速速压城回宫 王阳明 朕可不会上你的当 上当 你说来说去 无非就是想让朕回宫嘛 朕才不会上当的 朕 要在这儿陪马脑 皇宫才是皇上应该待的地方 这暴房不是正常人待的地方 皇上 他说你不正常 朕要待在哪儿 又饶先生管 杨明身为帝师 就有责归劝 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了 我想问问皇上想干什么 干什么 朕只想陪马脑好好聊聊 好 那杨明就在这儿伺候皇上了 你 皇上 你看他 我 不吃了 我们走 我们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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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 你有完没完哪 皇上 我们走 皇上 让开 皇上 皇上 先生 你别跟着我们了 臣就是要跟着皇上 你是这儿的伙计 不准离开茶楼 皇上 我们走 你们两个 把他给我拦住 不准走出半步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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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儿 都把那个地儿 叫 宝房 难怪皇上一天到晚在宫里 连朝政都不离了 太后 那地方 可大了 奴才打听了一下 那里头 全是民间游乐的玩意儿 皇上 让那些太爷和宫女们 都扮成游客和伙计 整天在里边玩的 不遗论乎啊 客官 坐 好说 好说 来来来 喝杯茶 消消气 坐 客官 佩服佩服 我什么也没做你佩服我什么呀 能利用一个死人做出连台好戏 也只要你刘景做得出来啊 这不是我的本事 是皇上对琥珀 一往情深 我原本以为琥珀已死 皇上定会收拾心情专心朝政 可没想到你又弄出个琥珀的妹妹 马脑 搞 你一定跟皇上说 马脑是假的 嗯 说了没有 说了 皇上怎么说呢 皇上不信 皇上当然不信了 你看啊 我把这儿呢 全都布置成 皇上和琥珀去过的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一个琥珀的妹妹出现 你这个人呢 偏要打破皇上的好梦 你说 皇上怎么能信你啊 所以我佩服你嘛 这暴房本来是个深色拳马的地方 皇上虽然贪玩 可是他想到这个地方来 总得考虑考虑啊 可是 可是 我把这里变成了怀念琥珀的地方 皇上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来玩 用不着你那个所谓考虑考虑 是不是 这招真高啊 完全抓住皇上的心 我看此刻啊 就连太后也没办法把皇上叫回去 没办法 皇上 如此痴情 你就应该知难而退了 什么意思啊 本来我想事到如今 先生应该回你的 回你的圣人风去了 可我偏偏就在这出现 先生是读书人 不应该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吧 被小人说是小人 奇温 奇温 我记得 先生在圣人风流下的誓言 那真是生生在尔 你现在脸皮怎么变得这么厚啊你 没用 没用 不管你有什么招来逼我 我都不会走的 你现在看看窗外 看看窗外你就应该知道大势已去了 你就那么自信啊 皇上什么时候把先生软禁过 皇上什么时候对他一往情深的先生 手下不留情面过 想到这一点你就应该知道大势已去了 所以我也无法阻止你把持朝鎮 先生真是个聪明人 所谓食食物者为俊杰 我已经在外边安排好车了 立刻送你回圣人风 公公真是煞费苦心啊 先生可以以帝王之师的身份 风风光光提提面面的回圣人风 可是这报房有吃有住 我还真舍不得走啊 先生如果不走呢 那可要自讨没趣了 皇上如果高兴呢 就会把你赶出报房 皇上如果不高兴呢 就会在报房里把你软禁个一年吧 皇上的心情要是更恶劣一点呢 那你就 公公越是急得赶我走 我就越不走 我记得有一句老话叫做 敬酒不吃吃罚酒 也有句古话叫做 事之为人 当理不必秦南 临幻望丽 一身行义 誓死无归 不懂 不懂 我一点听不懂 我就知道骑驴看畅门总的瞧 我已经瞧见了 瞧见什么了 我瞧见了谬读赵高 同贯于朝温 王震的下场 喝茶吧 喝茶 太好了 杨明先生 太后 太后 先生请坐 先生 你没走啊 使命未婉 杨明不敢走 那你家 怎么上了锁了 我怕太后 再来照顾我 那你 太后为父出宫 非常危险 所以 所以你就知道 离间的假象 好让我死心 微臣欺骗了太后 罪该万死 杨明先生 其实 是我对不起你 我没能好好管教皇上 让先生费心了 叫不言 事之堕 皇上呢 这会儿皇上 恐怕要成亲了 良臣及时已到 新郎新娘 拜天帝 一拜天帝 二拜高堂 俩人都没高堂 免了吧 高堂乃死 太后就是皇上的高堂 怎么能不外高堂呢 好 请 继续 美伯 美伯 是你吧 良臣及时已到 新郎新娘 二拜高堂 好 慢点慢点 先别急着会 你又怎么了 还有一位长辈在此 也应该请他上来 谁呀 来了 老伯 您来了 请请请 好 这是谁 你不认识 这 这个人 刘公公不认识 新郎官不认识 可是咱们新娘 应该认识了 马脑 你认得他吗 我怎么会认识他 新娘子不认识 不认识 来 再静点 看仔细一点 认识吗 我 我不认识他 他是谁呀 他是我他爹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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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你爹吗 是啊 那女儿怎么不认识自己的爹呀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自称是琥珀的妹妹 请问 琥珀的爹娘叫什么名字啊 家中有几口人呢 伺候琥珀的丫鬟叫什么名字啊 咱们家的总管叫什么名字啊 琥珀平时养的狗叫什么名字啊 说啊 说啊 我说六哥哥 你找来这个马脑 怎么一下变哑巴了 哑巴了 皇上 我一定问清楚 别别别别 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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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姑 这个怎么办呢 你怎么一句话说不出来 我 你没教我呀 我说什么呀 现在 现在听我的 赶快跑 跑吧 这戏也完了 完了 那给我钱 你就知道要钱 这戏还没完呢 当我消息 快点 老东西 麻脑怎么样 到底怎么回事 他哭了 然后捂着脸跑了 跑了 跑了 好了 先真相大白了 这所谓虎坡的妹妹 肯定是假的 老东西 你敢欺骗朕 奴才该死 是他来找奴才的 不 他来找你 你也不查查他的来历 皇上恕罪 是奴才一时疏忽 皇上 您差点娶了一个 来历不明的女子 先生 多亏了你 把琥珀的爹找来了 要不然 请皇上赎罪 这琥珀他爹 也是假的 这 他是一个西班的角 我请他来客串 你 你这也是鸡君 皇上 因为微臣知道 这个麻脑肯定是假的 所以就请他来客串 所谓作贼心虚 假女儿会先露馅的 先生 这是妙计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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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过 启君 启君 天阳之前 你自己两断 刘公公呢 已经被皇上关起来了 那个麻脑在哪儿 还在外头 这出戏愣是让王阳明给搅黄了 刘公公太低估王阳明了才会有此败 这回皇上可是动了真怒了 那咱们该怎么办 别慌 赶紧把咱们的人全找来 听我的吩咐 是 慢着 你马上把麻脑弄到这儿来 去吧 张大人 黄上 出去 这谁都不想见 这个贱人还敢来见朕 朕要把他无马分尸 公公公 密集清楚了 千万别忘了 我知道了 这么了解的事我能忘吗 皇上来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皇上 您想起了 如果这个玛瑙是假的 他还敢来见黄世民吗 他就在宫门外 义父 快进来 快进来 哎呦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